大家早上好 我是李斐 看了我们昨天的Vlog没 我的小兄弟Jack Lee 拿了我们公司2021年最佳新人奖 我们还拿了其他很多奖 现在全在我们家厨房中导台下面的盒子里 我公司同事说 你应该有一个大的展柜或者是办公室 把这些东西全部陈列起来 我没这样想 我觉得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要往前看 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所以就把它们收起来就好了 我们本来礼拜六不应该更新的今天 但是还想拍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接着日常生活Vlog走起 你确保你没有东西忘带了吧 如果再有东西忘带了 我不会再送你第二遍回来了 还有 我买杯咖啡就过了 怎么匆遇到我们呢 过梅 这个单是 我认识 哇 你的 那是 我认识 我后出来 我儿 Itu 我的 快到了 挑戰 怎麼樣 唱歌 没关系 唱歌 唱歌 来吧 来吧 1 2 3 3 呃呃 说点小意外 这两台车停的太近了 Lukos打开后面车门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旁边的车了 给他撞了个小刮痕 Lukas爸爸要为你犯的错买单你知道吗 买单就是我要为你犯的错误承担责任 我现在要给他留一个纸条 他如果要修那个车的话我要帮他修 你以后两边开车门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点吗 但是我不知道 我是打开车 我不小心 那个 我打开车他就会弹 他就直接弹了 对 所以我刚才说请你以后可以注意一点吗 可以吗 他以前撞了我自己的车 我们家两台车在车库里面的时候 撞了好多次 我都懒得去修了 但你撞了人家的车 有一说一 Lukas做的不对 碰到了别人车 但他停车停的也真的太歪了 里面先外面去了 所以Lukas不知道车门打开的时候会撞到了 whatever 对没办法撞到了就要赔 本来今天礼拜六没打算更新的 但最近有一些网友留言说 这种接近日更的频率看得很爽 不是说你视频拍的多么精彩 而是你每天都更新的话 他可以把每一集中的故事性连贯起来 比如说我有一集我说了 我会去参加一个亿万地产经济俱乐部 前两天这个俱乐部里面学到的东西就分享出来了 所以既然大家喜欢看 我也喜欢拍 我就想算了吧 也不要给自己立什么flag和规矩 咱们就随意一点 对吧 我有空我就拍 没空的时候忙的时候想开会 没办法更新 大家也多多包含 那今天呢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 比如像昨天去领奖啊 或者什么东西 就是日常嘛 上午带孩子大大球 下午我们open house 但我觉得日常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吧 我们尽可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分享给大家 那么就好了 如果喜欢看的朋友 要让我知道 你们的鼓励 你们的期待 就是我的动力啊 所以你们不喜欢看的话 也欢迎拍传 感谢观看 换了衣服准备去open house 像我们客人的 结果客人通知我 他堵在路上了 可能要晚到到5点多钟 所以孩子在家里先工作一会儿 open house由mary 昨天我们视频中的美女 帮我们主持 那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说拍vlog 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日常记录嘛 刚才我们撞的那辆车 我们刮到那辆车 居然是我前两天 视频中出现过的成功论师 就是帮我们家做装修的 他们家的另外一台车 那天我拍的是他的鸡铺 他们家还有台三大 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老婆开那辆车 发现了我的字条 然后就发到我们微信里面来了 他说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的 你认识我的车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他的车 然后我跟他说 OK你要是修的话就跟你报销好了 反正都是认识的 所以vlog就是这样 你根本不可能去策划 去计划去表演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you never know 你只是打开相机去记录 可能就会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被你装了下来 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们过去去滑雪的视频的话 我们最后分开的时候 雪板拿错了 这套雪板 其实是圣地亚哥的一位朋友 他家的孩子的 然后他把我们的雪板拿回去了 所以拿错了之后 今天刚好他们来耳腕玩 我们再找机会换回来 为什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鼓励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过去去滑雪的视频 不能说非常精彩吧 但很有意思 真的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在 我们觉得在美国最好的滑雪私教 比如说我们在雪上把卢克斯给弄丢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自己闲的时候 我会在电视上自己看 我觉得拍Vlog的另外的一个意义 就是你记录下来的过去的生活 比文字 比照片 比其他的形式 更能够直接的把你带入到 当时的情景中去 比如说我每次看到他妈妈急哭了 那个我就觉得还是很感慨的 还有观众跟我们要求House Tour 你别说House Tour了 我们装修都没装完呢 家具完全都没有进场 对 这边发现有一些油漆不均匀的地方 我们再重新补缩一下油漆 所以还没全部搞好 边上已经被肉盒子肥瓦那弄脏了 就可能要不断的反复的重新做 这是为什么我说可能我们的House Tour 家具软装所有东西全部搞好 包括院子可能都得到下半年去了吧 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夸张 可能至少还得两三个月吧 到时候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激动的感觉了 慢慢的跟大家讲述一些装修过程中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 可能更多的是教训的分享 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一期了 但是等全部装修好 再跟大家讲哪些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是应该这样做的 希望你们一直关注我们的视频 好吧 一起大家一起共同成长 陪伴着我们 我们也陪伴着你们一起成长 大家看到路克斯小朋友从小小的被笔到 现在棒球已经打得还不错了 你看 你这有挥棒晚了 他球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挥棒了 球到这里的时候你才开始挥棒 已经来不及了 靠近5点钟客人快到了 去给客人看一下我们这间森林湖的美景别墅 那讲回到路克斯今天蹭到别人车的事情 有一个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看我视频的观众里面 有多少是有孩子的 多少是年轻的 还没有组建家庭的 如果你还没有孩子 等你有了孩子之后 你的人生不仅是会发生你以为的那种变化 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说我跟我老婆吧 我们觉得有了孩子之后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你可能都不是教育孩子 你是跟孩子一起重新长大了一次 因为你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你在教他的过程中 你在给他做示范的过程中 就你又重新认识了一遍 今天蹭到别人车这个事儿 说实话如果不是路克斯的话 有时候我们蹭到了觉得一个小瓜很懒了 或者是不负责任了 或者怎么样就就走了 就可能不会这种很认真的 很知道吗 就是道德标准很高的 哎我不好意思弄坏了 给你留个纸条这样 但还是弄的就不一样 我就想让他知道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要勇于承担你的责任 承认你的错误 做人要正直要善良 要不要给别人知道麻烦等等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自己又好像重新长大了一回一样 有时候我跟我老婆 两个人在在争吵 争论什么事情 他有时候就是那种 撒娇式的狡辩 那我就会反过来问他 我说嘿 你小心被孩子知道啊 孩子知道了以后也学这样狡辩 那他就觉得OK 对那就不能这样 那是什么呀就怎么样 一个事情过去理解错了 那就得从来理解错了 所以有了孩子之后 你就发现很多事情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不光是生活节奏啊 什么事务的安排啊 时间的精力 就你的责任感 你自己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都变得不一样 我们上次去滑雪 在路上超速被警察拦下来 我没有把那个镜头再相继的解释给大家 我记得应该是从科罗拉的湖来那一次 但有一个小镜头 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我在后视镜里拍到了那个警察爸爸Pool Girl 那一次其实我们可以撒一个小谎 逃过那个警察的盘问的 但因为孩子在车上 我跟妈妈共同选择no 就我们就是承认说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超速了 发多少钱我们就认了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我们可能真的就撒个谎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解释一下 狡辩一下 你知道吗 就是我很有信心 有把握就是那次就不会被罚 但我知道 我还是选择了 我承认这个错误 因为有孩子在车上 你你真的不能说 这又让我联想起来两个另外的看到过的视频资料吧 第一个是乌克兰的总统 现在俄乌战争嘛 他被选择总统之前拍了一个很有名的电影还是电视剧 就讽刺乌克兰国内的这个腐败的政府的 他去骂那些当官的说 哎你们在办公室的时候 不要放上这些什么元首的肖像啊什么这些 放上你自己孩子的照片嘛 当你做任何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看着你孩子的照片 告诉他们你做的是对的 告诉他们你做的是问心无愧的 哇 就是这真的 真的超管用 我觉得如果 比如说孩子在面前的时候 你做什么事情 你做不到的 另外一部视频资料是 国内一个非常出名的侦察片 我以前做刑警的 那个侦察纪录片我印象很深刻 他不是对孩子啊 他是这个杀人犯这个凶手 对爸爸妈妈的感情 促使他最后就地复发的 这个人在新疆吧 他是服刑做什么期间 他就开始杀人 杀他的这个同监狱的这个狱友 背了几十条人命 最后回到应该是河北老家 那警方通过侦察之后锁定了他 然后为了抓捕的时候 不再产生流血死亡事件 因为他说里有枪 就仰装说查他的户籍 让他去派出所 他多静命一个人 杀了几十个人 他一听他就知道来抓他来了 他就去拿枪 但这个时候他妈妈从房间里 走出来就问他说 孩子呀 这谁呀 找你干嘛的 他后来在那个看出所里面解释说 他当时没有拿枪反抗 就是因为他妈妈走出来 问他这句话 他说他没有办法当他妈妈面 杀人了 杀了几十条人都不眨眼的 这样一个杀人犯 就因为妈妈一句话 他放弃了抵抗 所以讲了这么多 想讲什么呢 就是这种亲情 让你感觉到你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让你的道德更加高尚 让你的灵魂更加纯洁 我们的美景别墅前面发了一条视频说他可以接受人民币 看到了国内的很多平台 特别是西瓜 很多网友说 你用人民币买放在美国 你等着被没收 因为现在好像俄乌战争之后 美国制裁俄罗斯的一些支持俄乌战争的人 然后要没收他们的财产 我想说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就是你能到那个标准吗 你能到那个level吗 就是咱们中国老百姓 小老百姓在美国买了一件这样的房子 打起来张军没收你的财产 哇 想的太多了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至于你说关于人民币付款的税收问题 不管你是付人民币还是付美金 如果你对美国政府有缴税的义务 你又没有缴就是偷税漏税了 你买了房子一样会被质押 会被扣留 这跟你有什么币种付款没有关系 我在很早之前大概2018年拍过一视频 我在下午一的时候 我的地产培训班的老师 他是个律师 他帮他的姐姐 以差不多几万块钱的代价买了一栋几十万的房子 就是因为他们买了那栋房子欠税 然后被国税局放了一个令 然后在执行的时候 银行没有注意到 他们只要还清国税局欠的钱 欠国税局的钱就可以买到这个房子 结果银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们减了漏 所以真的跟你付什么币种的钱没有关系 跟你是不是向美国政府欠税有关系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赚钱 你向中国缴税 然后你拿到美国来买房子 你没有义务向美国政府缴税 反过来说如果你是美国税务居民或者是绿卡 你在中国挣的钱有向美国纳税的义务 你没缴那个部分 你欠税漏税了 那你肯定会有麻烦嘛 对吧 这跟你用什么币种买房子 没有关系 所以不必专门发一条视频来解释这个事 只是今天来这个房子的想到了 就回复一下 很多留言都太无聊了 我根本都不想回复他们 打完收工 没有给大家展示过这个门关上的样子 关上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加州厅就跟室内相分开了 我客人来自温哥华 家里住的房子非常好 是温哥华排名前几位的 超级好载 晚上7点回到家 礼拜六 大家知道我们的固定项目是什么吗 打篮球 是Dylan发起的 Dylan这个我们中间球打的最菜的小伙子 而且最热爱篮球 所以稍微吃一点碳水去打篮球 今天这个东拼西臭的Vlog 我感觉还真的说了蛮多话的 估计剪出来也有个小20分钟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是个话狼 我今天都是穿长袖长挂 有点迟到 所以我以为 你今天吃炸鸡了吗 你昨天回去有没有反复用你的脚 去开关你的后备箱 自从学会了之后再也不用手了是吧 你的设计结束啊 如果没有看过我昨天视频的观众 肯定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梗 Millade 小春 没有拍到 没有看过 Mil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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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我要慢放 這段我要慢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難 唉唷 可以了 哇噻 再兩個三分加持 等一下 哇 欸這個還真的有開到喔 煎炮樑 人了 要去哪了 沒有 發給我 發給你 不小心被誤殺了